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天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天 大家好,我們要和大家一起聊天吧 那些化妝品這麼噁心的 這些還給化妝品更加化妝 花膠,花膠有什麼好處呢? 補一下骨膠原,皮膚好看一看 近年,也要發出深茸海味、花膠、海芯等 先把花膠拆出來,給大家看看 這些花膠不算是貴價的花膠 大家也看過了,花膠桶和厚身花膠 這些是紐西蘭雪魚膠 其實我早兩三年已經做過一次 這些花膠的性價比超高和抵食 近期很多網友都查問有關的深茸海味 特別是花膠、海芯等 正如我剛才所說 這些花膠有些大隻的花膠桶 或者厚身的花膠桶 那些是貴很多的 因為越大隻就越貴 相對而言,紐西蘭的雪魚膠 它會比較便宜和容易處理 但是供下會不會比那些差很多呢? 我可以跟大家說,是不會差很多的 浸化這個人是花膠、海芯 有一點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首先,我們的器皿要洗得很乾淨 完全沒有油膩 特別是浸化花膠和海芯 這些花膠也是很簡單的 所以第一步我們先拿出來浸水 浸水的目的就是稍微把它清潔一下 我時尚都強調 深茸海味自己學懂的方法 浸化是最好的 因為這麼昂貴的食材 買些原材料回來自己處理 就能發揮到食材最大的功效 而且不會太複雜,只要掌握到2、3個技巧 沖洗後,就把第一層水倒進去 接著,我們把新的水放進去 那些水是要花膠的4-5倍 我們異話不說,現在就開火 讓它冷水慢慢把它加熱 這樣浸發花膠也有好幾種方法 這些這麼細的,這麼薄的花膠 基本上我們就焗它一轉水 這樣就已經可以了 如果大一點的花膠 我建議大家就浸它一晚才再焗水 就會比較好一點 那我們再加上蓋子 那你說浸發這些花膠是否很複雜 其實不是很複雜的 只要注意2點 首先你的器皿乾淨 第二,就是要用花膠的大小焗水 基本上這些花膠 我平時用來熬湯 我就這樣浸它一晚 然後用來熬湯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浸發的 就可以學我這個方法 洗乾淨它 熬水 等它滾了,就焗它一晚 相對而言 它比海參處理會簡單很多 當水滾了之後 我們就調整一下中火 看看這畫面就好自如 我們就保持著中火 我們就保持著中火 煮它5分鐘 然後就關火 不要開割 這樣焗到第二天的時間就可以了 基本上這些小的花膠 如果是浸發 你預想一晚做 例如明天煲湯,晚上吃完飯十點多鐘 就做這個步驟,等它煮完 關火,不要動它 等它在原煲放在這裡 焗到第二天就OK了 關火的焗鍋再補充幾句 不要開蓋,我們就叫做一爐火過 等它焗 等它有熱水降溫過程當中 等它有些花膠慢慢發起 還有,大家也看到了 我們要有足夠的水分給它浸發 現在就不用理會了 第二天就起床再處理它 早晨早晨 當那些花膠焗了一晚水之後 看看這個無樣如何 我們就拿過來這邊看 大家就會看得清楚一點 到底這些花膠仔 我們就讀清 還沒發之前好像手指一樣 一發之後 哇,真的好像發財一樣 變了三隻手指 這麼長 這些薄的花膠 基本上浸發一次就已經OK了 如果你說,我留回來煲湯 現在這個狀態就已經可以了 你說不,我要吃蠔黃耙花膠 或者用來燉一些椰汁 椰汁燉花膠 你就再焗水焗多一次 但是我們焗水之前 現在我們也要做一個步驟 因為它怎樣乾淨也好 大家看到嗎? 這些位置 它也是會有些不好的東西在這裡 我們浸發完第一次 用一隻手在這裡 全部清洗乾淨它 然後再換一次水 這樣就可以了 如果你留下來煲湯的話 洗乾淨之後 用保鮮紙包回去 這樣 這些小花膠沖洗了兩三次之後 沖洗過程當中 看看中間那裡 有沒有黏著一些 腸 或者混合了一些沙 清理了 這樣就可以了 而且清洗過程當中 也可以捏一捏 夠不夠新 摸下去 大隻這隻 這隻已經相當夠軟了 這隻會比較硬 一點點 這些拿回來煲湯的話 是相當適合的 這些大隻一點點 你選擇它出來 留下來 餵蠔油 也是相當不錯的 我留下一些 較為軟的 下一餐吃 這些比較硬 那我就用來熬湯 至於 做這些花膠的 基本的程序 就差不多了 我們臨用之前 就 找些薑蔥 出水 摸一摸 它的不好的味道 就已經OK了 至於 發的時間 就因應你花膠的大小 有些花膠真的要發足幾天 天文數字的 那些花膠的價錢 現在很貴的 這樣買的 都是 越貴的花膠 就去那些 越好的 信越良好的店舖 去買吧 這些 留下來 待會煲湯 拿我找的一碗浸 就可以了 這個 簡單而隆重的 浸花膠儀式 就跟大家分享了 喜歡吃花膠的網友 就給我一個讚 星星 喜歡吃佛跳床的網友 就訂一個職人吹水的頻道 如果兩隻都喜歡 麻煩你加入我的頻道 會員繼續吹水 至於這類型的花膠仔 有什麼做法呢 就正如剛才所說的 煲湯 煲完湯之後 其實它的功效 跟一些很大很大小的花膠 其實都是差不多 這些性價比又超高 這樣 臨到過年 煲一下花膠湯 給家人分享 都是相當之不錯的 特別是家裡的婦女多 好 今次的分享就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想看 詳盡一點的 可以看我之前 發花膠的影片 亦是多一點論述的 那我就 下吉馬送先 多謝